诗篇第九十三篇 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第九十三篇 耶和华作王 他以威严为衣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为衣 以能力诉邀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从亘古就有 耶和华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 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珠水的响声 海洋的 洋海的大浪 耶和华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殿永称为圣 是何意的 阿们 诗篇九十三篇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诗人从创造到圣殿 谈到了神的王权 是的 神的王权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 上帝的王权 是以上帝作为创造主 为基础的 特别从启示的秩序里面 我们也看到 先谈到了神的创造 然后再讲到神 如何在他所创造的万有当中 实行他的统治 或者王权 那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结构里面 他特别强调 神荣耀的王权 因此一节的上半节里面 谈到了耶和华作王 然后谈到了他的能力 统治的能力 然后五节就谈到了 耶和华作王 的另一种形式 是在他的殿中 借着他的法度统治 那么中间的两个段落 就谈到了耶和华 在地上的王权 和耶和华在海上的王权 是讲到了他在自然界的统治 那么我们今天来 根据这短短的五节经文来看 耶和华如何实行他的王权 首先第一段里面 说到耶和华作王 他以威严为一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为一 以能力速摇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以这种递进的平行式 来阐述问题 说到他作王 然后谈到他以一为 以他的威严为一穿上 然后以能力速摇 这种递进的方式 来说到他的王权 其实整个这一篇都是 阐述一解这个主题 耶和华作王 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 他的威严 他的能力 实际上这都是属于神的属性 上帝的威严 上帝的能力 都是他的属性 和他的本性是一致的 那么不但如此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帝帝这个结构里面 谈到了具体上帝统治 世界就得建立 不得动摇 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 从亘古就有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世界 实际上就是谈到 神创造的这个大地 后面谈到了海洋大水 那这里面强调地的统治 那这种地的统治 实际上是神创造的 一种延伸 上帝不是那种 自然神论的那种创造 那种神 上帝创造之后 于是乎就 坐在第三者的位置上 旁观这个宇宙 旁观这个世界 任凭这个世界 自由去发展 并不是这样 圣经像我们所揭示的 这位上帝是 不仅创造万有的源头 按照他的智慧 按照他的能力 创造万有 而且他还是继续统治的 他继续干预的 维系着他所引导着 他所创造的一切 向着他所喜悦的 一方面保持现有的这种秩序 另一方面也向着他所喜悦的方向去发展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因着上帝的统治 上帝的王权 上帝的能力 世界得以坚立 所以不仅世界的源头是上帝 而且世界的维持延续 也在乎我们所信的上帝 所以世界不得以动摇 那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纵然人类随着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出现开始 特别是离开伊甸园之后 人类不断地在开发和使用着这个世界 当然这也是符合上帝创造地球的 这样的万物的原理 交给人 人其中要消费 享受其中的瓜果和蔬菜 那消费之后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那随着后期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近现代的这种 工业革命的开始 然后就人就开始过分地去开发一些 不可再生资源 比如说石油的利用 然后包括人们 在这种科技的发达发展之后 产生的一种不可修复的 那种对自然的破坏 如果没有神对世界的统治 这个世界肯定会被人类 急速地破坏 如果单纯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当然现在的学者可能有些认为是上万年 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般的科技的这些学者们也赞同 也认可的就是 这种科技的发展 比起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以不知多少倍的速度迅速地发展 特别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开发之后 近几年的发展远远超过以前 近二百年的发展的速度 所以这种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带来的便利和科技的速度 发展的同时 也暗示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破坏的程度 可能也是带来被证 但是如果上帝不护理不托弃的话 恐怕早被如同愚蠢的除鹰一样 除鹰往往做了一种事情 就是它可能会对自己所赖生存的那个巢穴 破坏性的毁坏 所以它可能叼来叼去 把那个草乱灯 把那个自己的巢穴会破坏掉 如果没有母鹰的持续地看顾那个巢穴 维持那个巢穴的坚固的话 恐怕那个除鹰就把自己所生存的那个空间给破坏掉 人类就是这样 生物存在地球上 消费着地球的同时 却对地球 人类宇宙造成致命性的破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宇宙的秩序得以维系 完全在乎那个看不见的王 他在统治 因着他的王权 因着他的大能 这个世界得以坚定 不只是上帝起初创造 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外游 他持续地护理 看顾 使这个世界的秩序不至于动摇 使这个世界得以维系 而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二级也谈到他的统治 这里面用了一个平行对照的方式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从亘古就有 上帝和他的宝座 上帝和他宝座向 暗喻着他王权的统治 上帝和他的统治是从太初 从亘古就存在的 他的王权 他的宝座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 纵然这个世界 从亚当多洛之处 一直在挑战上帝的王权 但是他的王权是永不可动摇的 保定上帝的王权 就等于否定上帝自己一样 上帝的王权和上帝自己的存有 从亘古 从太初 从万有不存在之前就存在的 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智慧和良善 大能从无到有创造了这个世界 当然这个创造里面有很多 借着现有的物质再造 比如说人类 所以一切都借着他和他的大能 或者是他的王权 分负所存在的 所以他的王权 与他的存在是一样永恒的 是不可废弃的 在这里面世人在告白 现象当中 世界得以兼力是因为神和他的王权 而他的王权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 所以这个世界这种相对存在的 偶然存在的这个世界 借着神的旨意 不是永恒 但是借着神的旨意从某个时刻 开始存在的这样的世界 乃是借着那个不可动摇的 永恒的旨意从永恒的 然后第二段呢 讲到神的统治 除了神统治的这个大地之外 还有就是神在海上的王权 三节到四节 耶和华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波浪澎湃 这里面就同样进行了这种地进平行式的 提到了大水扬起 然后大水发生波浪澎湃 这种地进式的来诠释这种水的 大和诠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指那种海的那种画面 以色列百姓他们居住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往西边就是大海 那这种当然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还有一种海 虽然我们称之为湖 但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世界观里面 他形容大 同时他们也喜欢夸张的说法 把加利利湖常常说成是海 湖里面我们也知道那个地势的缘故 我们在耶稣的生平 耶稣的在世传道的时候 经常出现那些突发的那种波浪 那种汹涌 他们摇着船的过程突然兴起这种海浪 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 那种气流的这种流动造成这种海浪的形成 无论是在西边的大海 还是他们所接触的这个加利利湖 海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新鲜活泼的 那在这里面不只谈到神对水的控制 当然这种大水往往在西伯来人的异象当中 他们是象征着那种不太容易控制的那种混乱的秩序 所以上帝我们从创世纪一章里面看到 神吩咐那个渊灭黑暗 那个混乱的秩序 从混乱带到秩序 象征着这个上帝是给这个堕落带来的混乱的秩序 当然我们不是指那种中间创造论 我们是指这个上帝一次性的创造 但是摩西在写五经的时候是针对在西乃山下 出了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向他们解明 他们与这位优华上帝 这位Elohim的上帝 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以及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说明我们侍奉他 我们敬拜他是合法性的时候 谈到这个神的创造 所以万有既然都是出于他 而这位创造的神是将从混乱带入秩序的神 正如他们从这个他们混乱的人生当中带向秩序 而这种秩序不只是从被奴役的这种埃及当中 释放带入到一个自由的 侍奉上帝的这个状态当中 特别是在西乃山下礼拜 从那种各种侍奉五项 个人偏心己路的生活当中 带入到以上帝的话 以礼拜上帝为中心的那种生活 所以在西乃山下告诉他们实戒 告诉他们民事法 告诉他们礼仪法 让他们如何照着这位我们 创造我们 又是恩约拯救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位神 特别是后面之前前面讲的亚当的堕落等等 那位应许列祖的那位神 和我们有历史渊源的 不是突发新兴的这位神的关系的神 我们如何去敬拜他 这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就谈到了那种无次序 进入次序的过程当中 谈到了这种渊灭黑暗 这种混乱 带入到秩序的里面 神就开始将水分为上面的水 下面的水 陆地上的水等等 陆地上的水又聚在一处等等 这样的从混乱带入秩序里面 所以希伯来人一提到大水 就相当于一种混乱的秩序 当然同样 这种大水也暗示着 那些不敬畏神的列国 那些权势 往往这些权势们 也对以色列百姓也造成很大的 这种威胁和扰乱 那在这里面我们透过前面所讲述的诗篇和后面 94篇里面 也可以理解 诗人在这里谈到大水是有意图的 谈到神的王权也是有意图的 待会我们稍后再解释 总之呢 我们看到上帝不只管 掌管大地 他也掌管大水 纵然那个大水 那种对于生活在陆地当中的人 在加利利海的澎湃的海 像彼得天生在海边打鱼的这种人 看见那种水波浪的时候 也产生惧怕 更何况进入到大海里面 更产生一种惧怕 那种不可抗力的 那种无法征服的 那种权势 仍然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第四节 耶和华在高处有能力 这里面的高处 是讲到神的超越性 上帝远远 他的能力超越大地和大水 也就是说 大地在厉害 大水在有权势 耶和华的权柄是超越他们的 胜过诸水 他在高处 他的能力 胜过诸水 的响声 这种珠水的响声 象征着他们的权势 他们的能力 海洋的大浪 那种大海在暴风当中 兴起的那个高浪 矮的几米 高的几十米 是上百米那样的大浪 带着极大的这种能量 像海啸 等等 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但是上帝的能力 远远超于这一切 弟兄姊妹 我们所认识的上帝 往往是在上帝那种符旧性的启示当中认识的上帝 所以上帝的名字说无所不在 就是针对那种被造界 生活在时空当中的我们 为了描述那个无限的上帝 用这种有限的概念去描述 我们只是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时空里面 当时上帝是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空间限制 所以称他为无所不在 这种否定法 否定有限的来形容那种无限的 所以上帝的很多的属性都是 是以被造物之间的对比来形容的 所以上帝为了描述上帝这种大能 常常用地上的一些海啊 什么这种力量来形容神的能力 远远超于这一切 所以神的能力超于珠水的下圣 海洋的大浪 好了弟兄姊妹 这里面谈到了神的主权 神的王权 上帝的王权从亘古就存在 上帝的王权是属于上帝 自己本性当属性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亘古 你从亘古就有 你的宝座也从太初就立定 而且上帝的王权 在统治大地上得以彰显 统治珠水当中也得以彰显 但是问题不止停留如此 如果说只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在自然界当中的统治 上帝在一般领域当中的统治 上帝对大地和大海的统治 但是诗人并没有停止于此 诗人乃是进一步的在第五节 说到耶和华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意的 这里面从自然的统治 引申到神的百姓的统治 耶和华本身就是谈到神在 吩咐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那个救赎性事件 那个信使守约的行为里面 启示出来的 我纪念我与你列祖亚伯拉所立的一月 讲到神是信使守约的上帝 是施慈爱 是怜悯 你们的困苦我已经听见 我已经看见 所以施慈爱实行拯救的上帝 所以启示出了这个 亚伯耶和华的名字的意义 所以耶和华 你的法度 前面强调神的权柄和能力 而这里面就谈到了法度 为什么谈到法度呢 法度是强调神启示的法 道德法 而这个道德法 虽然在创造里面已经隐藏了 神将他的法刻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 而且上帝在铺张穷丧 在万有当中里面 已蕴含了神的智慧和法则法规 但是这个法度最明显的是在西南山下 借着颁布律法显明出来的 所以这个律法的颁布是在救赎事件之后 在恩约里面 是在恩约的关系里面 给他百姓所赐下的 他的法度是的确的 这里的确原文的意思就是和阿门那个概念是同一个字 你的法度是确定的 前面说你的王权是立定的 你的王权和你的法度形成了一个对称 阿门的是确实的 是得以坚立的 永不废弃的 天地废弃你的话一点一话不废弃一样 所以上帝的统治在自然界当中以他的智慧和能力统治 上帝对他百姓的统治却以 八度道德法来统治 你的殿就是神曾经立明 旧约里面以祭坛 以会墓 以圣殿为意象 为象征 为记号 为预表 为符号的 象征着神同在 神的宝座 神的王权 这样的神的临在 这样的一个记号 也是表明上帝住在他的百姓当中 统治王 做王的这样的意象 所以你的殿永远为圣 是称你的殿为圣 人们去尊他的殿 尊从他的王权 尊从他的法度是合意的 神的王权 法度既然确定 我们如此去侍奉尊从你 敬畏你 尊你的名为圣 实践里面说不可望称神的名 尊他的安息日为圣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都是强调我们应该将 那种专一的高度的尊从 归给那独一的神 是合意的 好了 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 从自然界的统治 讲到了对神百姓的统治 上帝是王 是全地的王 不只是管理旷野里面的 山川河流 树木花枣 奔枣的野兽和昆虫 他更统治他自己的百姓 他不只管理大地 他也管理海 他更管理他自己的百姓 就是他立约 应许拯救师恩的对象 旧约的教会 新约的教会 不但如此 如果只是讲到这里的话 恐怕对我们还没有什么意义 上帝的统治是基于他的创造 更对他的百姓的统治 也是基于对他百姓 恩约性的救赎 上帝不止创造 上帝更是基于他的救赎 他在我们身上 实行他的合法权 因为就像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的二节里面 所谈到的 在吩咐我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这样的命令之前 说到我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和华 所以你们要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王权 不是基于霸权 而是基于他施恩 他创造我们 他是我的创造主 所以他在我身上有权柄 第二他是拯救我的主 所以他在我身上有这种恩典的统治的权利 合法权 有合法性 所以我们应该遵从他 侍奉他 不但如此 当我们想到神的统治 在万有当中 统治大地 统治海洋 统治万有 他是创造主 他是统治主 同样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约的百姓 也是有恩典的 为什么 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地 创造的宇宙当中 而这个宇宙又不是那么静态的摆在那里 而是正是生我们生活的空间 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环境都是在上帝 那个称之为信使守约的耶和华上帝的统治之下 因此 与我们生活有关的所有的细节 自然界 大地 包括大水都是有关系的 那这里面的大水 我刚才也提到了 不只是讲到那种秩序的问题 还有包括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国度 那些强权的国家 当神的百姓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仅与自然界接触 还有与那些不信的抵挡神的势力 包括政权 国家 不信的个体 是有接触的 我们不是活在真空当中 而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受到自然界的这种危害 也来自那些不信神的世界的危害 而来自自然界的 往往是神的管教训练和审判 同样那些不敬钱的国家 那些政权 就像小尖之处里面所列处的那些 那些列国一样 往往成为神上帝手中的工具 来训练管教他百姓的工具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思想 好像谈到自然界 大地海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只是想到一般恩宠当中 神的统治的话 恩典还小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 虽然这个很重要 但是让我们看到 诗人的焦点 把我们从一般领域 引申到特殊的恩典的领域 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一般恩宠当中 呼求神如何干预 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等等 还有就是 包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的那些敌对的势力 攻击 迫害 苦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当思想 耶和华仍然是王 活在北韩的 在金三胖的统治下的基督徒 他们如何理解这样的诗篇呢 我们想到金三胖 有北韩 还有还有另一个韩号 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强权 我们认为的邪恶的 甚至邪恶的个体和政权 不法的这些权势 他们抵挡神 他们逼迫神的百姓 我们如何从诗篇 九十三篇里面 获得智慧 获得安慰呢 我们是以牙还牙 或者拿起兵器来 搞民主运动 这又似乎和圣经当中 教导基督徒的反应 相悖 历史历代当中 我们从圣经里面 也没有任何上帝的命令 让我们拿起来 反动报证的这样的 命令和吩咐 反而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护理 上帝如何统治大自然 包括那些大水 大水发出的声音 波浪的澎湃 海洋的大浪 猪水的响声 那些邪恶的强权的势力 所发出的肆虐的这些响声 他们所拥有的肌肉 武器 强势 软弱的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 就如同羔羊 被打发到狼群当中一样 基督徒如何 信靠上帝 相信神的王权 在这个世上 在我们所遭遇的 境遇当中的统治呢 还是凭我们 自以为是的聪明 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 去决定呢 或者是干脆来个 美国式的民主运动 等等 虽然现在基督徒里面 流行这种口号 当然对于我们 华人基督徒有两种极端 一种是压根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时事的一些 比较纯的基督徒 双眼号纯 另一号 谐音 另一号人呢 是比较热血的 笨锐的 拿起刀 用各种舆论 各种包装上神学 试图搞一种推动 某种社会改革的 现代的 分锐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两种都不是基督 透过福音 教导我们的方法 基督徒 革新社会 改变社会 不是利用别的 就是利用顺从 顺从福音的教导 福音在我们里面 深化的时候 每一个个体 在他的上帝 两个我们的领域里面 去活出他的本分 彰显出基督的原理的时候 他就成为光和眼 这是借着福音的影响力 不是借着我们的 某种革命精神 或者政治运动 一种是逃避 稀里糊涂的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 愚蠢的传统文化里面 历史历代中国的文化里面 就是老百姓不能谈政治 结果基督徒 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 信了基督以后 也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 和现在周边发生了什么 这个非常愚蠢愚昧的 这样的基督徒很多 令人心痛 因为谈到常识 他们根本不懂 甚至他们可能 滚瓜乱熟地背经文 但是拿到现实当中 社会当中的时候 他们所背的经文 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是没有办法 溶解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 另类的道士和和尚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关心 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文化 包括政治经济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要避免那种 美国式的 或者受到一些思潮影响的 政治性的基督徒 虽然政治是每个基督徒 避免不开的 但是基督徒要从事的影响 不是利用这种方式 愤锐党式的方式 所以基督徒姊妹 我们读到诗篇93篇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 我们活在当下 你可以想到很多 因为你想的这个程度 取决于你的常识 你对神的话的理解 和你对这个时代的理解 你可能想的只是这么小的范围 但是你可能想到很多 取决于你的常识 你对生活的理解 和对你生活的时代 和国家社会的理解 上帝的王权到哪里 你有没有意识到 这种王权不是只是 简单的那种 宿命论式的神的主权 而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到 神和他启示的道德法 在这种道德法里面 也教导我们 如何信靠神的王权 不是逆来顺受 甚至教导我们 如何为现在这种社会 不公义的事情祷告 之前去年和前年的时候 大家听我讲到的时候 可能会谈到很多慷慨激昂的那种 有很多基督徒觉得牧师 可能是谢斯蒂利 或者是神经志 其实如果你有正常的 像我看到的一些 看见的话 你如果有个正常基督徒 应该有的良知和常识的话 你看到那些情况 你也不会用我的话 就是傻呵呵的平安 很多基督徒的平安 都是鸵鸟式的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世界 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天下无罪 所以他心里平安 那种平安根本不是基督 给我们的平安 因为是基于我们的愚昧 对现实的无知而带来的 自己安恕 一个真正对现实有清楚知道 知道这个时代的恶 知道普通老百姓 现在所出入的水深火热 你的心肯定不会 还躲在那种 这种天下无贼 那种真空的社会 假想的乌托邦的世界里面 享受你自以为是的平安 所以我们如何 睁开你看这个世界 看到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的民族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 充满了敌人 充满了不公义 充满了邪恶的事情 但是又思想神的王权的时候 如何去智慧的祷告 不是只是顺命 命来顺受的宿命论那样的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都有神的旨意 OK 我就忍受吧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上帝让我们看到那些软弱的群体 让我们去实践爱心 上帝让我们看到那些邪恶的公务员 王权 政权 是让我们一方面盼望那个真正完美的国 另一方面让我们也知道 如何为这个地上的王权去祷告 对不对 那么保罗为什么说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呢 对不对 让我们好平安度日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一定会事情发生变化 但是很多基督徒缺少这方面的智慧 要么就逆来顺速 要么就压根根本不晓得自己所处的环境 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 一方面是跟自然 另一方面还有跟一些邪恶的社会群体 包括大水所指向的那些群体 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即便是躲在韩国的这些相对民主的 没有逼迫的这种安详的国家里面 过信仰的基督徒 难道我们就不关心我们自己民族的命运吗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 我们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 但是再信主再有国度心怀 首先关心的也是自己国家的命运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人 常人应该有的心理反应 你在属灵 我们说全天下都是一家人 不错 但是最起码你是更亲近的 本性上的 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国家 就不用说你以后 你毕业以后要回到你那个国家里面去生活 除了少数移民的人以外 那至少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还在那样的国家 包括你的亲属们都在那个水深火热之中 很多人下岗 为什么下岗 很多人这个国际关系 经济崩溃 这背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我们不关心 我们只两手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苦读圣仙书 那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变成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拿了高学位 然后给自己找个混饭的 然后像白痴一样 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功德的 这样的一个废人吗 只为了喂饱自己的度福 不是的 如果基督的福音 没唤醒我们的良知 没开阔我们 这种爱神 爱人如己 这种爱人如己 不只是爱自己的灵魂 爱教会的精彩子们 还爱众人吗 而爱众人 实际里面告诉我们 去眷顾那些孤儿寡妇的那种精神 就是爱人如己的精神吗 对不对 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 我们也关心别人的福利 包括其他民族 非洲的什么 这个医疗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包括等等 我们的眼睛不只是关 关注自己的饭碗 自己眼前的这个筷子和勺子而已 对不对 应该有更有广阔的这种胸怀 去关怀别人 这是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 应该有的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思维 和胸怀和态度 我们过去的本性 不信主的时候是自私的贪婪的 这是我们所有亚当后一的人 不管你是这个独生子女 还是人都是自私的 这是自私的本性 这是堕落后人自私本性 但是信主之后 如果还没有改变 改化或者某种程度 改变我们这种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的话 你要怀疑你自己到底怎么信的 你信的那个福音 到底是什么福音 只是保障你自己的灵魂上天堂 那种福音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把福音搞得太狭隘了 福音进入到一个人生命里面 他开始认识上帝 认识自己 同时他也打开了一种自私的眼光 让人开始关注别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开始愿意 把福音分享给别人 为什么 你看到了你曾经的自己 你如何从罪恶的空里 被上帝拯救出来 你也看到了那个曾经和你一样 需要福音的人 这种眼光开启 是圣灵重生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看见 新的性情 新的倾向性 所产生的果效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 十五六年十几年过后 还是那么自私的话 你要悔改 你如何理解圣经 如何理解福音 可能你完全偏差 理解错了福音 不然的话 福音怎么没有改变你 那种自私的 自我中心的 所有的宇宙里面 你所有考虑的都是你自己 这样的思维模式 还没有改变 就和不信主人一样的世界观的话 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 可能只是主 礼拜天的时候来教堂而已 对不对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所有的价值观 所有人生追求的 内在的判断 思维 完全跟不信的人一样 那么你所信的福音 或者说你根本不懂福音 或者说我们可能还在黑暗里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本文里面 虽然表面上谈到是 什么大山啊 大地啊 海洋啊 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王权 从自然界延伸到 神恩约的百姓 而这种叙事的方法 其实在暗示着我们 上帝不止同管自然 包括那些抵挡神的 那些邪恶的国家和政权 而谈到这些统治是 告诉神的百姓 你们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 活在这样的邪恶的 势力围绕的 如同羊进入狼群的 这样的世代里面 但是我仍然作王 我在保护掌管 你如何在这种处境当中 学习尊荣神 按照他的法度 去侍奉他 去敬拜他 同时呢 也在涉及到自然 和各种邪恶的事情上 去仰望上帝的王权 这是今天的 本文的核心内容 一方面称颂神的王权 而称颂神的王权的 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不只是照着神应该受的尊崇 去认定去尊崇他 他就是王 他的王权从太初 直到今天 无论是大山 所创造的一切 还是列邦 不认识神的王权的 这个邪恶的政权 都在神的统治当中 包括我们也是 被他统治的 这是认定神的属性 神的王权 去尊崇他 另一方面 就像加尔罗牧师 所谈到的 敬拜神 不只照着神的 该受的尊崇 去尊崇他 同时敬拜神 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因为我们的存在 本身 只有在敬拜神的里面 才能够实现神创造 和救赎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幸福 我们所有益处 都不在神以外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 遵从神的王权的时候 在地上所经历的苦难 穷乏 问题 挣扎 其实正是我们获得 依靠和安慰的根源 因为它和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层面 都息息相关 它不是高高地 被定在那个 神刊里面的偶像 远远的观望 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我们生活的存留动作 都与它有关 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它 也是靠着它 也在它的同管当中 所以当我们遇到生活的 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涉及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涉及到外人 对我们的干扰的问题 涉及到物质 自然界的问题 我们都应该 求告我们的王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的名字里面 所包含的 祂对我们的慈爱 信誓守约 一方面我们要遵守 神创造的秩序 另一方面我们要遵守 祂的道德秩序 道德法 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依靠祂的王权 从祂的王权的庇护下 获得益处 尊容祂 同时也获得益处 好 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情况当中 你要思想上帝的统治 祂从祂的统治的时间 包括祂统治的范围 包括你这个个体 在上帝所统治的万有的里面 我们该如何在神的面前 去依靠祂 仰望祂 去称颂祂的同时 也求告祂 依靠祂的王权的统治 包括那些 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我们该如何 在神的面前去祷告 从祂的王权里面 获得安慰 获得力量 获得盼望 不至于沮丧 然后依靠祂的王权 求祂亲自来成就祂的职业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